嗨 各位車友大家好 我是李翰老師 我們今天要來看這一部影片比較特別一點 這是 中國大陸 去年的 Max Junior的 總冠軍 然後他的名字叫做大表哥 他說叫我稱呼他大表哥 我想說 他Junior 我四十幾歲我叫他大表哥他會不會太老 他說不會 他的車隊的人都叫他大表哥 好 那我們就來看大表哥 來表演一下 來看一下他的影片大家來觀摩學習一下 Let's go 這是他開X30的引擎 然後KR的車架 這個賽車場很漂亮超漂亮的 上海國際賽車場 可以跑F1的那一個 超美 我覺得這賽車場好像只有一個缺點 就是好像賽道 沒有說很寬 感覺 稍微窄了一點點而已 但是這些彎道啊 旁邊種的樹啊 風景啊 我覺得都非常好 超級好 然後感覺KR的車子開起來也很 流暢俐落 這應該是 中國賽車未來的希望 這個就是MATS的引擎 我覺得各位車友如果到一個賽車場開車啊 應該要開到像他這個節奏 才叫做對這個賽道是熟練的 也就是他在踩煞車 在踩油門都沒有猶豫 像 有時候你到一個賽車場 如果不夠熟 你會不知道這裡到底要下油 不下油 要踩煞車 不踩煞車 到底哪裡轉彎 這樣你當然就會慢 因為你在猶豫 那賽車就計較那零點幾 你在猶豫他就不會快 那像這位車手大表哥 你看他的節奏就非常的穩定 然後該哪裡踩煞車 該哪裡踩油門 都沒有猶豫 非常過絕 那當然他就對這個賽車場 就非常的熟啊 OK 而且我看他這個 開這個KR車子啊 讓我也很想開開KR的車子看看 看看是什麼感覺 因為感覺他的車子就是 蠻靈活的 很酷 應該跟OTK的感覺不太一樣 像我有開過 CRG BURO OTK 還沒開過KR 下次有機會試一下給各位 車友看 然後各位車友可以看一下 就是 開車在一個賽道就是要熟悉到這種程度 然後再來就是 要踩踏很乾淨 煞車力道多少 油門下多少 方向盤打多少 那還有就是 他的重心配合這個賽道之間的轉移 要熟練到這個程度啊 你去比賽應該就會名列前茅啊 好嗎 所以這也是很難得的經驗啊 我們的車友寄這個來給我們看 我們大家來觀摩學習一下 好嗎 那也歡迎各位車友 如果有影片需要老師講解的話 或是老師 講出老師的心得的話 歡迎你寄來 大家切磋一起提升 一起進步 好嗎 那就這樣了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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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